好 那刚刚我们是 就是单线式的 刚刚我们是这样 单线式的 就是你做完换你做换你做 就这样照顺序 按照时序轮流做 那现在我们有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 如果说 你希望三个是各管各的 你管好你我管好我就好 那怎么办呢 我们通常就把三个 独立出来 因为这是红灯这是黄灯这是绿灯 那其实我可以分开管 那分开管的话 我们就把它做成三个 三个动机 好 比如说 所以我启用完之后我可以叫 导演说叫大家一起动作 那在控制这边 这边 事件这边有一个 这个广播讯词 我把它抓一个 拉过来 然后你把它设定一柱新的讯词 这个中文英文数字都可以 中文英文数字都可以 中文英文数字都可以 三个一起动作 三个一起动作 那所以 这三个 这三个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是一样 开关开关开关 三个都一样 那我就让他 这两个是一组的 你有广播就要有人接收 所以把它拉过来 所以这三个 这三个灯 如果他听到 那个导演喊大家一起来的时候 这三个就会一起动作 那我们刚刚说 有这种椭圆形 这种开头的都是层次的开头 那我们刚刚只有一条层次 现在有四条层次 那四条可以平行一起运作 所以这个又叫多工层次 就是一个电脑 他可以同时做很多条层次 很多的动作会一起做 这个叫多工 所以我们交给小朋友的时候 跟他讲一下这个叫多工 所以当我点 预期开始的时候 他会这边会先执行 执行到这里 他就广播这个讯号之后 任何一个角色 只要他身上有这个接收讯号的 控制的 他就三个就会开始动作 所以当我点预期的时候 那这边撒完之后 换这边闪 三个一起都在闪 亮黄色边的 表示他正在执行 现在三个都一起在执行 所以你看三个灯 现在三个灯应该是一起 一起处理的 那甚至你 我第三个人 第三个角色 我就是不合群 我要0.1秒 对不对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各做各的嘛 随便 好 所以他就可以各做各的 他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好 所以你就可以各管各的 每一个channel 就管他自己的动作 每一个角色做好他自己该做的事 好 麻烦你 麻烦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